好,下面可以准备挂货 凉了鸡蛋 然后淀粉20克,面粉20克 加点水 好,九个半均匀 好,拿去撕了就可以了 好,切香蕉 切香蕉,切到一厘米的 好,切香蕉 切好了以后,蘸上干粉 每一块都蘸上 蘸上干粉以后呢 是为了包住香蕉的水分 先蘸粉以后蘸货 好,蘸上粉的香蕉放入壶中 把香蕉均匀在裹上面糊 烧锅热油 把油温烧的 烧到国际城市上 用洋葱试一下 好了 好,下入 烧锅热油 放好过来香蕉 还用筷子,还用手 筷子下 控制压滑 有问题不得太够了 太够了,炸糊了 阿,烧锅热油 转煮 小火 小火 好的 应用二手回炸 二手回炸以后 今天那个酥脆 然后不会染 炸到它外酥里面 金黄色 好 回炸一下就可以了 好 好 这手炒饭 一手炒 二手水 好 来点油 小火炒饭 炒饭先大泡变小泡 火被退休了 退休了就把它烫熬了 很久不入了 杀骨 冷 油 还好 大铺变小铺 现在这糖是粘熟了 马上慢慢的要变色 糖色变了 好了 现在颜色可以了 先消耗油蒜的东西可以了 好 8次香蕉的技术总结 第一 香蕉要先蘸粉 后挂糊才能爽脆 第二 面糊不要太稠 否则口感不好 第三 一定要高温二次回炸 才会更加爽脆 不会软 第四 炒糖色一定要小火 快速搅动 防止炒焦 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订阅和转发 好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 散电眼